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告诉他马卡的尸体失踪了 阿丽一脸惊恐 由此看来 丈夫阿丽和前人卡拉似乎与马卡的死有着微妙的关系 阿丽被叫到警察局问话 阿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 法医和警察詹姆斯都对阿丽很怀疑 这时突然停电了 阿丽突然想去停尸房看看 他来到停尸房发现之前放置妻子尸体的格子里有个黑箱子 里面放着一瓶药 记忆回到一天前 原来正是阿丽用这瓶药毒死了妻子 这瓶药可以让服用者在八个小时后心脏骤停 看到这瓶药的阿丽惊恐万分 他不知道这瓶毒杀妻子的药为什么会出现在停尸间 这时詹姆斯进来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阿丽 随即就发现了他放在兜里的毒药 阿丽解释说这是自己实验室所用的 詹姆斯将信将疑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 詹姆斯发现 偷走马卡尸体的人是通过大门逃跑的 而通过大门需要密码 密码却恰巧在那一碗被改动过 改动过的密码正好是只有阿丽和妻子马卡知道的实验室迷茫 这样阿丽不寒而栗 阿丽趁了马溜走给情人卡拉打了电话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但是阿丽不知道的是更恐怖的事情还等待着他 药物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警察们知道了这个药的作用 就是让被害人八小时后死于心脏骤停 这样阿丽成为了第一选人 詹姆斯命令把阿丽关了起来 被关起来的阿丽又发现了在屋子里放着一杯 他用来毒死马卡的红酒 还听到了手机的铃声 他顺着声音的方向找到一个装饰袋 电话就在袋子里 而且电话居然是妻子马卡打来的 阿丽这一次是真的被吓傻了 他甚至怀疑马卡根本没有死 只是在捉弄自己 阿丽又给卡拉打了电话 他怀疑这部手机是马卡找来的私人侦探的 私人侦探此前一直在收集他出轨的证据 詹姆斯那边也准备对阿丽进行最后的谈话 他要让阿丽认罪 种种证据表明这一切就是阿丽 害怕自己杀人的事情暴露 而偷走尸体逃避尸检 但是阿丽还是不断地与詹姆斯盘旋 这时小情人卡拉打来了电话 他收到了一个硬盘 里面有所有他们在一起的证据 阿丽终于崩溃了 他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他是如何爱上卡拉并且杀掉马卡 但是电影还没结束 真正的剧情反转来了 在电影的结尾 詹姆斯给阿丽讲了一个故事 十年前的今天 詹姆斯经历了车祸 而肇事车辆就是阿丽和马卡的 是他们见死不救撞车后逃一 詹姆斯的妻子最终因车祸而死 而阿丽的情人卡拉就是詹姆斯的女儿 真相终于大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詹姆斯和女儿卡拉的计划 而阿丽的生命也渐入了倒计时 因为就在他去朝卡拉庆祝的那天晚上 卡拉在他的杯子里同样下了毒药 本部电影情节紧凑始终充满着悬疑感 阴谋中还是阴谋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做人一定不要做坏事 所有你做过的坏事 最终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 现在我们开始订阅热影时光 我们开始订阅热影时光 的影响 看来只能暴躲到 rag着 哎呀 我们在一起的更多小镶 在一起的手心里 所以我们先看这些细充热影时光